欢迎回到拆解的测评频道 那我们陆陆续续拆了很多国内外的美容仪 就发现其实很多美容仪的原理很简单 而且产品看似很好复制 于是就诞生了一系列的国产平替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些国产美容仪 到底是物美价廉呢 还是空前专业户呢 这次我们做的三款仪器都是导入导出仪 分别是某初唱李佳琪同款 No Time静颜嫩敷美容仪 精道的导入导出仪 还有一个某宝销量很高的 纳米斯光子导入仪 老规矩我们先拆为敬 果然还是拆东西最让人兴奋了 我感觉它仿佛在嚎叫 别拆我 你给我滚开 它的真都是它的爱好 这是加重的吗 是吗 我觉得这就是加重量的吧 就是感觉让你感觉手感很沉 你看这小牙好紧 三款产品都是依靠扁平扭扣马达产生振动的 电阻发热导到头部金属出仓元件上 而且三款都不约而同地加了一大块金属负重 这可能也算是国产美容仪的一个特点了吧 简单介绍一下三款产品都有什么功能 精道这一款有三个模式 各有五个档位 清洁净肤 滋养导入 还有一个温热润肤 温度最高能到44.3度 算是很简单直白的一个导入导出仪 纳米斯的这一款有三个档位 三种模式 使用的时候有轻微震动 前两个模式和精道一样 分别是清洁和导入 但导入过程是有红光的 第三个模式是提拉按摩 接触皮肤的时候会交替发出红蓝光 温度能达到43.1度 NOTAM这一款有四个模式 各有三个档位 和其他两款一样有个清洁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光疗嫩肤 也就是红光 第三个模式是温感提拉 最后一个是眼部护理 整个过程中头部都是热的 温度能够达到45.5度 三款仪器的价格从179到269不等 我们把刚才测得的各参数 都总结在这个表格里 这样对比就比较明显了 下面我们就上脸实测一下 看看几款产品效果到底怎么样 先来测一下三款产品的 共同功能清洁 我们找了三位小姐姐 每人左右脸使用不同的产品 来看几款产品清洁能力怎么样 三款产品清洁能力 从肉眼来看是差不多的 也许是我们洗面奶清洁能力太强了 总之卸妆棉上没见啥残留 因为其余几个模式 三款机子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大家 刚才使用感受到底怎么样 感就是会存在感比较强一点 然后刚刚用那个面膜的时候 这边的也比较顺滑 然后这边的阻力会比较大 心理上是感觉这个有效果 有点 有点辣你知道吗 那从使用感受的角度来说 得漂最高的是No Time 其次是纳密斯 接下来我们再分别看看 不同产品的不同功能 都有多少差别 No Time和纳密斯分别各有一个档位 是提拉模式 但是两款产品使用前后 好像并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提拉效果 再来看看纳密斯和筋道的导入功能 在使用完机器以后 我们持续监测了两个小时的皮肤含水量 结果两款产品的曲线走向几乎一致 且都在一个小时的时候回到初始值 然后我们又追加了一组空白对照 结果使用产品组和空白组对比 对水分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整体使用感受评价最高的是No Time 新建能力几款产品都差不多 导入跟提拉从肉眼和数据上来看 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还是做好日常保湿才是最实在的 如果说几款机子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No Time是可以拿来玩一玩的 因为它价格也不贵 功能相对来讲最多 使用感受的反馈也还不错 除了官网总是饥饿营销这一点 让人比较头疼 但其实等一等也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